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黑司令 姨娘是敢说过有这么件事 那年大巡旗间 她要渡过凤江 碰到过一个法子客 这个法子客 在江里捞起一个小女孩 把她带走了 当时她印象特别深刻 这个女孩就带了一个碧玉手桌 她在想啊 这肯定是个大户人间的闺女啊 回来以后 就把这事讲给俺听了 这 黑司令 现在呀 这啥都不说了 咱去找你姨娘 你听我 走走走 走 找你姨娘 奸鬼啊 咋了 她死了 进土了 这咋办我 那我到哪儿去找我闺女啊 你见过俺姨娘呢 我 我啥时候见过你姨娘啊 她来过你家呀 上次来的 来的那个就是你姨娘 是啊 你不早说 老哥你咋不早说呀 这个世道就是这样 老天爷想帮人吧 可是有些人呢 偏偏有眼无珠 老哥 你没这个命啊 黑司令不要紧 不要紧黑司令 只要 只要我知道我闺女现在还活着 比啥都好 黑司令 我闺女还活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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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是她 你不便要而生 你 你不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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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好 好 好的很啊 效果不错嘛 听见了吗 士兵们管你叫声了吗 战地雨声 战地雨声 这才是不错吧 也不用每天的 走东村创西村地去挣那个辛苦钱 往后啊 这叫老炯 我给你发炯响 从此不愁吃不愁传 我当你的后台老板 保证把你捧红了 怎么样 这是什么 有那么尽贵吗 过些钱 给你找一个玉石的毛眼 快些些啊 那个当兵的都等着你唱下一出了 他们把你当成梦中的新娘啊 快些些啊 快点 来 喝点 裴司令 我闺女还活着 我闺女她还活着呢 她在哪儿 她现在在哪儿 你快告诉我 她在哪儿 你快告诉我 她现在在哪儿啊 来来来 林财主 你咋跟你婆姨说的 不知道你闺女在哪儿呢 你不就是活着呢吗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我想她 我天天像爷爷像 我想她像她十七年了 我求求你 好 我求你 看死了 你等着 我求求你告诉我 她在哪儿 我求求你 你猜住 你拿个屎盆子来干啥 嘘 黑司令 小点声 你别误会 你看 黑司令 过来看这啥东西 过来 黑司令 只要能帮我们找到闺女 这都是你的 来 大人 黑司令 你只要帮我们的闺女找着 这都是你的 这黑司令 给你 都是你的 全都是你的 都是你的 部长 我这部长 你不能走 部长 别怪我衣裳 我得走 我这事啊 部长你不能走 部长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请部长护衣啊 请部长护衣啊 部长请赶紧护衣更衣吧 就任部长 以后啊你要主持大事呢 是呀 要好多大事 还等着你拿嘴呢 什么部长部长的 我跟你们说啊 你们赶紧帮我走 我可从来不打女人啊 你们要是再这样 我不客气了 你别为难了 你怎么啦 我拿一下 你 你不能走 吴娘娘了 吴娘娘 救命啊 吴娘娘 你在哪儿啊 吴娘娘 她不沐浴更衣 沐浴更衣 好啊 大大妈 你现在可是汤僧肉啊 洗白白 一会儿就上锅争了 快快快 请部长沐浴 请部长沐浴 沐浴 沐你们跟头龙沐 别过来了 我跟你们说啊 跟那几个老头子说去 我陈大妈是人民解放军 不是你们什么什么武长 我们是专门打碎就是计 解放全人类的 你们谁要是在跟我提什么 武长使长的 别怪我不客气 听见没有 请武长吸毒 请武长沐浴 烦死我了 烦死了 你们几个 怎么搞的 怎么惹武长生气呢 真是的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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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我呢 我来着 快去 出去去去 爸爸 等等 你怎么惹武长生气 你干什么 你吓着我呢 来啊 对对对 慢慢来 我跟你说 叫你洗澡是好事啊 你看你刑警打算这么多天 你身上都臭了洗洗多舒服 你看我 昨天也洗了 换上新衣服 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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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大秀 你能不能正经一点 我心里都快急死了 我得去追那个什么雷团长 那我枪在他那儿呢 我得赶紧找去 那 他们呀 早跑没影了 那 那怎么办啊 我 她们哪个部队的 我 我往哪边去了 她 她 她们 大漫啊 我跟你一样 这是出生的娃娃 这是一无所知啊 对她们 我跟你说 那个困长叫啥名字 我都不知道 说实在的 她长啥模样我都没看清 你也听说了呀 她们是搞那个什么 这穿插行动的 搞穿插那就跪在速度啊 是不是 现在去追 娘娘的 估计是追不上了 那 那我的大枪 就这么没了 你咋又哭了 你这个吧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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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那儿有个村子 那就是王林村的 累了吗 歇会儿吧 快点儿 你轻点儿 站活 轻点儿 你背背看 没事的 死沉死沉的 说 你平时都吃啥好东西了 长一身贼肉你 营长 你说咱们的家属队 会不会在这儿 有可能在吧 这王林村离大渔村 有三十里的路 他们从大渔村突围出来 我想啊 十有八九 是到王林村的 更重要的是 这个村子 从来都不驻军队的 啥 为啥不驻军队 都说呀 在这个村儿驻军队不吉利 人会死光的 这都是封建迷信 不过 当年打日本鬼子的时候啊 日本鬼子来到这儿的时候 就没在这个村儿驻军 现在国民党军队 也没在这个村儿驻过军 都是路过而已 还有这种怪事啊 咱们家属队要在这儿就好了 我说呢 这一路走来 村村户户都被烧被抢的 为啥这王林村 好像还没被怎么召见过啊 村村都有神灵保佑 闭嘴 你个臭财主你啊 你咋还不让人说话了 我就不让他说话 等会儿 想了 坐下 就这个村儿 是不是有神灵庇护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这方言几十里地啊 都是汉代一个王室的墓地 而这个王林村呢 就是守陵的军队的后代 繁衍而成的 我好像也听说过 你看那儿 你趴个啥呀 都死了几千年了 你喊啥呀你啊 你看啊 你看那儿 老仙儿 老头儿 你们这儿有没有像我这样的 国民党部队啊 有没有 这儿没有国民党反动派的部队啊 老乡 这村儿来过解放军吗 你知道解放军吗 你知道解放军吗 那女人呢 大肚子的女人有吗 行行行行 别问了 碰见个哑巴碰见 我再去找一个人问问 走偷偷的那个罗子儿 我 还哑巴吗 我说这儿的人可真奇怪啊 把你那个手 咋样 舒服吧 这就对了 鲜巴早洗了 剩下的事可好商量 我不管 反正 你得想办法帮我脱身 咋 你真不想当着骨账啊 吴娘娘 你能不能多少嘻嘻哈哈的开玩笑 我得走 这全村儿可都盯着你呢 你说是啊 这个村子怎么这么奇怪啊 就凭那么一个破牌吧 就让我当什么武长 这都啥年月的 怎么跟那讲书的人在说书似的 我当时其实是看那个老头啊 特别金贵那个盘盘 我怕给他弄丢了 我随便把脖子弄这么一块 反正你必须得帮我脱身 你想去哪儿啊 找他不对去啊 陈大妈 你不找家属罪了 隐秀 隐秀没跟你说啊 不是 我跟他交代了 我让他跟你报告 我怕张虎和扶女那边出什么问题 我就说自己去找他不对 然后家属队这边你跟冰姑照应了 隐秀 我两个人就没见着隐秀 我也没见着冰姑 我 我一个人都没见着 你也跑单了 我也跑单了 那 那他们去哪儿了 我 我不也在找他们呢 那怎么办啊 怎么办 找吧 必须得把他们找到 这帮大肚婆需要咱们 来了 来了 你赶紧把衣服穿上 我去对付对面 来了 衣服 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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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gislature 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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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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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衣服呢 我说你这孩子 又不行军打仗 好不容易恢复女儿身 你还裹着这玩意干什么 快把她拖了 我习惯了 这不是什么好习惯 老裹着这玩意 你小心闹起毛病 你不懂 我还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 我告诉你 你再咋遮掩 还是个姑娘家 你将来早晚还得嫁人 你看看你现在 洗得干干净净 漂亮漂亮亮的 再让我给你拾到拾到 给个仙女咱都不坏 不不不不 我不要当仙女 要当你当 真让你说着了 吴姑娘娘啊 当年还真是饿冬一枝花呢 那没眼 那深短 后来呀 就跟着你姐夫出来闹革命了 那家伙命不好 晚安事变的时候光荣的 妹儿啊 我跟你说 人这一辈子可短着呢 遇到自己喜欢的人 可千万不能错过 我没有喜欢的人 我听他们说 你跟那个郑强就挺 别瞎说 那是兄弟 好 兄弟 论备份 我们家那口子 还得管我叫姑姑呢 听话了 把里面的东西给我解开 不 不 我自己来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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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给你把眉眼一画 那就是一个骚女子 什么呀 真难听 骚女子 我们那块就是说姑娘长得俊 来 我看看 鼓掌 您慢着点 慢 慢点 待会儿你跑吧 我拉着他们 你跑就是 看前面 右边 那儿你都挨枪 你待会儿翻过去就跑 不是 不是 左边 左边 你等待兵的机会等了六年 等来的不该是这群娘子军 我想明白了 秦枫家战役是你的一款新兵 去解决他 不解决掉他们就憋回来 我就是你走了 我是不是太想着自己了 大妈 你这人仗义 够意思 能跟你共同战斗这些日子 娘娘的 值了 走吧 走 郑强 大麦 陈达达 郑强 郑强 大麦姐 大麦姐 是大麦姐吗 张五 下下下下 下下下下 小夕 乌娘娘 这 怎么上的 你穿成这样 还真像个女人 这就是摩虎营的营长 郑强总是 对 对 这 这是吴娘娘 吴长 张老妹都等着你呢 是呀 吴长 你当吴长了 这是我们的新任吴长 这当吴长了 就这么随随便便的上任哪 你们得用八台大叫来请我们 对不对 不是 吴长 咱们回屋等着 让他们准备八台大叫 郑强 准备八台大叫去吧 不是 不是 早早进屋进屋等着 进屋等着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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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是 你还笑不你 你搞什么鬼你 你害我了 这衣服还挺好看的 还笑还笑 你说你早不来晚不来 你害人还掐着时间来 你说你怎么没让国民党把你 搞什么呀 把我给毙了啊 毙了 我能看得见你穿这么漂亮的 衣服吗 来 喝水 来 慢 来 你让郑强同志说说 你搞什么鬼啊 要不说说 你这葫芦里 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我葫芦里没卖什么药 你不知道吧 大妈爱喝酒 大妈 当了新的屋长可有酒喝 你别洗皮笑脸的 我告诉你 我真急了 我刚才马上就要走了 你知不知道 碰上队伍了 我肯定能赶上他们 就差这么一点点 就让你给祸害了 你来干什么呢你 克星啊你 我不管啊 你必须帮我脱身 听见没有 我跟你说啊 现在的情况啊 你在这儿待着 比脱身要强得多 好啊 你诚心是不是 葫芦里 哥也受伤了 你坐哪儿你坐哪儿 我跟你好好说啊 快点 我跟你说啊 你知道吗 这个屋长啊 是周围方圆几十里 最大的官了 如果他们听说 这儿有一个新的屋长上任了 周围这十里八岁的老乡们 都会跑来看的 行行行行 你脑都有毛病啊 听我把话给说完了 咱们现在的情况 家属队 都散着在村子的周围了 如果你以新屋长的身份 问问周围的老乡们 让他们帮着给找找 咱们是不是省事多了 而且我告诉你啊 汪司令啊 已经派出来一支营救队了 如果咱们在这儿 把这动静闹大了 这营救队啊 他们自己就找上门来了 好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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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点啊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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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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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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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请走 来 来 来 赶紧把水倒了 你叫我啥呀 我叫白晓 啥 你姓白啊 不是 我姓何 叫何白晓 好 来 喝水 啥叫五长啊 小兄弟 为啥让我们的同志 当你们的五长 五长啊 这个事说来就话长了 想当初 咱们这个村啊 咱们是看坟地的 她是 她是 小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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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啦 咋啦 是不是腿又疼啦 没事 你有啥事你就跟我说 我是护士 我们有医生 等我们找到医生啊 让他把石膏给你砸开 再重新检查一下 不用不用 谢谢谢谢 走吧 咱回屋待着去 别在这儿啊 慢点 好 目标已明确 去汇报处长 是 报告处长 目标已明确 在大鱼村西南十五公里左右 还要海涵啊 还要海涵啊 还要海涵哪 坐盘 你别客气 好好好 惭愧惭愧啊 按理说呢 新武长上任哪 我们应该是 八台大轿 锣鼓鞭炮 杀牛宰羊啊 可是 现在兵荒马乱的年代 恶门凑不齐啊 咱们先说清楚了啊 可不是我让你们这么弄的 那 那是那是 这是我让干的 我跟你们说笑的 别说这兵荒马乱的 咱们凑不起楼骨鞭炮 就算是能凑得起 老五长刚刚过世 咱们也不应该这么做 你懂我们这里的风俗规矩 我就是本地人 我前面十字坡正家傲的 正家傲 那感情好了 你懂我们王陵村这一套 对对对对 我跟你说老乡 他可懂了 这么着 我让他来当你们那个武长 武长 这个不行 老武长把龙福交给你 所以啊必须得你来当 咱们这可是王陵村的规矩 这王陵村哪 世代呢 都是给这里一个郡主守灵的 据我所知 这个龙福好像是皇帝赏赐的 是吧 就跟圣旨一样 武长就必须拥有这个龙福 武长就相当于村长 对吧 那是那是 村里的大小事情啊 都得武长来定夺 虽然有九个老人相左 但最后说话算数的 还得是武长啊 好 娘娘的 权力还挺大 当你的皇上呗 皇上 谭总 那是那是 也不能这么说 按理说呢 这个武长啊 那是最受累的 村里大小事情 安眉极难 都得武长亲自出面 就拿前两天来说吧 国军呼呼地就开到咱们村哪 说是要堪乱 要把恶门村给炸平 搞什么 移居别村 并村连治 眼看就保不住了 最后 还是武长出面啊 才保下来啊 再说昨天 那国军共军呼呼地 就在大工堂里要开战呢 多亏得武长啊 化了危难 让大家退出了村子 可是安门武长 就这么突然地走嘞 要说这武长也不好当啊 老湘啊 咱们得把话说清楚了 你们这个武长 我真干不了 老子别的都不懂 就懂一个字 打 你让我跟反动派去交涉 想都别想 那咋会呢 那咋会呢 武长 都把一博传给你了吧 一什么 一博 对 我听说啊 这老武长传给新武长 不光是龙福 好像还有一个秘籍啊 那是 那是 什么是 什么 你说 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啊 秘籍 有秘籍 他一准都告诉你了 什么秘籍啊 你们别诬陷人啊 我跟你说 他当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还秘籍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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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的 即使说不出话来 他也会用动作告诉你 千百年啊 厄门王林村 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靠的就是这个秘籍啊 秘籍 不仅仅是恶门老少平安活着的发宝 还是恶门心中最后的指望啊 我懂了 您不会说 这秘籍其实就是一层宝图 哎 然后你们这儿吧 有一个大仓库里边全都是集中网 正是啊 是 是 这 嗯 老板 据我所知啊 王林村的祖先们不光守着一个陵墓 还守着一个巨大的宝藏 这个老的武长传闻给新的武长的时候 不光是这个龙幅 还应该有这个宝藏的地图啊 那是那是 所以啊 这新武长你是当也得当 不当也得当啊 除非你把这个秘籍和这个龙幅 一柄交出来 哎呀我的娘 我上哪儿给你找秘籍去啊 哎呀我的娘亲哪 怎么就倒霉的事 全让脑子碰掉了 啊 哎呀 君座 我的任务快完成喽 抓获女共党要员董斌 我就打到回锁 可是直到现在 董斌的影子还没有抓到呢 这个就不捞君座费心了 只要君座帮我发兵 不多 一个团 够了 这么说 你已经找到董斌了 我说过了 只要君座发兵就成了 不过 不要输得起的人 他不能参加行动 恭喜你 恭喜你 君座驾令有失远营 好了 不用来这么多叙律吗 走走走 去 那个丁处长 现在已经搞到了 共军家属队的下路了 在哪 这个丁光丹丁处长 跟咱们不是一路子 我怎么问他 他都死活不输 现在跟我要部队 要去抓那个女工党首领 叫董斌 他这么一抓 势必就要清剿家属队 那也就势必 会把你的媳妇和儿子 娘呢 上次的事就坏在他手里 俺现在就去弄死他 站住 不要胡来 黑司令 我现在指派你一项特别热目 你现在跟着这个丁处长 他所到之处 你一定要记下来 然后把这些地址告诉我 还要阻拦他 不让他能够清剿家属队 真谈娘的热目 嗯 嗯 你进来 你进来 来了 大门同志啊 有个事吧 什么事啊 我想了半天要不要告诉你 但是我想了想去 我还是要告诉你 行了 有事就说 怎么学得积极歪歪的 郑长可能叛变了 郑强叛变 就是 杀胡胡 我亲眼看见了 姑女也看见了 你想想看 要是他不投降的话 人家能放着他吗 我跟你说啊 郑强同志的事情 他已经跟我汇报了 他承认了呀 承认什么呀 叛变啊 他没叛变 怎么说不明白了呢 不好了 不好了 郑同志 新务长呢 说大事了 又来部队了 咱屋里面 怎么了 务长啊 不好了 务长 你得拿主意啊 又有部队扛着枪开过来了 部队 解放军吗 是国军的部队 以后把话说清楚了 那是反农派 那是 解放军是解放军 反农派是反农派 这两个队伍水果不相容的 搞清楚了 杨国看见他们已经到了外城了 你赶快拿主意啊 外城 外城是哪儿 老乡们啊 把村外围了一个土坯子 他们管这个土坯子就叫外城 反正离村不远了 你 你赶紧去 把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召集起来 拿起刀枪棍帽 听我指挥 快快快快 赶紧啊 咱们 这说正经的事呢 怎么了 我不正经了啊 那国民党的军队进村啊 肯定是冲上咱们来的 咱们赶紧撤退 省得连累乡亲们 反正家属的也不在这儿 撤破他们 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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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侦查 行道 老汉 弄声行道去 嗯 好 难等 难装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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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村子没有千年也有百年了吧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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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奇怪的 叔兄啊 这老村子呗 这又不是什么人际罕至的地方 连年战乱的 哪个村子有如此完整的建筑 你是这个意思 那 那是有点奇怪 运气 运气 你看啊 君座这回让咱来 不也没让咱打这村子吗 不会回回都有这么跑运气吧 那 照你这么说那是有些奇怪 行行 不 咱先不管那些了 叔兄 咱这回来就 这么干围着这村子 我还没想好招呢 咱们的目的是敲山镇虎 让村里的正强 带着家属队赶快走 只要他们动起来就行 那 家属队当中有一个共党要员 跟着他 就能找到共党中央了 sax继维nie ص did dire decades 全 мир 便宜 夜杆儿嘯的里画好羊喝 夜杆儿嘯你可爱鸟 你可爱憬 十里庄 别再跟那个好奇遥 别再买巧 再买对我十里庄 这首姨姑 来快颜柔 爱了还有 快把他正 greeting 来 人头的揚不拇 爱上玻璃珠 爱来哟 国际的民旧旁的羞肉和 爱来来哟 满天的翁肉 爱来哟 风吹个伞 爱来哟 满天来哟 青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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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天来哟 青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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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舅舅三杯 所有的舅舅三杯 三杯的那個開花兒羊 紅葉 毛主席 兩道 日本大橋傘 紅葉 毛主席 戀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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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